好了,師傅,最後一條問題我都想問,好奇一下 剛才你所說的,立春應該是2月4號 是 那立春那天有什麼要做呢? 就是配合這個習俗呢? 立春,你這個問有什麼配合? 即是有什麼要做? 哦,立春只可以找一個,那天我們看看你是不是上香的人士 還有家裡有沒有拜神的 如果是的,你在2月4日立春,我們下午,我們下午時立春 我們那天人士立春,下午已經可以用了 是可以上廚香,買一隻雞,買幾條骨,三條骨,上廚儀式上廚香給祖先 即是說,我們那天真是由新春的一天,開始立春,迎接了庚子年 那天原則上是沒有什麼正式的儀式 但是記得,講到立春,千萬不要在2月3日做任何事 是 為什麼呢?我們裡面有幾天是不能用的 是 即是逢四立之前,和四氣之前 四立之前就是2月3日,我們是2月4日立春 那四立之前呢,那些叫做四絕日 是 我們不可以用四絕、四離日的做事 即是說,如果你真的,你真真正正 2月4日,那天你才好做 你不要說,我貪省時間,我做了一日 是的,寧願你不做,寧願你不做 千萬不要在2月3日做 即是說,我在這個節目呢,也都順便呼籲一下大家聽眾 在2月3日,任何都不要去求 任何的事,包括你做喜事也好,做請神也好,最好不要做了 2月3日,1日1日3日1日4絕日 是的 OK 好了,那今集呢,其實已經超時了很多 是的,但是呢,我覺得呢,都一定要說下去 因為其實我覺得呢,師傅提供這個 這個新春的習俗的資訊呢,是非常之豐富 多謝 是的,那下一集呢,我就 我想跟師傅呢,就談一談,就是大灣區 哦,哇,這個很大的問題 很大的問題,我想看一下 我不知道能不能回答你 我想看看,師傅對大灣區有什麼的提法 我不知道能不能回答你 一定回答到的 好了,那我們多謝翁寶祥師傅 好的,拜拜 拜拜